第十五届海峡论坛大会17号在厦门举行 这是疫情三年来首次全面恢复线下的最大规模两岸交流盛会 海峡论坛从2009年创办至今 历经十五载已经成为两岸民众畅序相情 交流互建洽谈合作的重要平台 见证并推动着两岸民间交流走深走实 也不断拉近两岸同胞的心灵距离 那么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 16号也率团前往此次海峡论坛 他设访时说参加海峡论坛对于两岸安定和平繁荣都有很大帮助 然而近年来岛内的民进党当局却不断阻拦台湾同胞参加海峡论坛 将为台湾同胞谋福祉的友谊活动视为洪水猛兽 今年第十五届海峡论坛举办前夕 台陆委会又对台湾民众参加两岸交流设置障碍 并以所谓触法为由公然威胁恐吓 参与筹办和参加海峡论坛的台湾民间团体和台湾民众 民进党当局如此公然侵害台湾民众的基本权力与自由 可见绿色恐怖何其嚣张 针对民进党当局阻挠台湾民众参与海峡论坛 国台办发言人日前表示 两岸同胞是血脉相连的一家人 理应常来常往走亲走近 对于海峡论坛这一举办多年的两岸民间交流活动 民进党当局究竟在怕什么 党什么 一面口口声声宣称要让两岸恢复交流 一面又公然威胁恐吓参与筹办和参加海峡论坛的台湾民间团体和台湾民众 完全是说一套做一套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 符合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 海峡论坛无拒风雨坚持每年举办 即使疫情期间也是未曾中断 每一届海峡论坛都得到台湾民间团体 各界民众的踊跃响应 而且一届比一届精彩 这就充分说明顺民意得民心的事 民进的当局是阻挠打压不了的